歡迎來到萱萱大雜蕙之 宅配到我家 好吃龍的家 我是米倫 最近不是夏天嗎 其實有一樣食品 就是不管是春夏秋冬 都會想要去吃的東西 鹽酥雞 我們直接開門見山 點錯主題 鹽酥雞不外乎就是吃鹽酥雞 但還有一件東西 我們常常會點 就是炸雞皮 但是有時候 又不想要去外面 等那個十幾二十分鐘 有些時候人太多 要等到半個小時以上 或許更久 最近呢 我就在網路上有找到這款產品 緊張機 酥脆雞皮 我就想說 其實還蠻好奇的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做過 雞皮的開箱 但是那次是從泰國代購過來 因為那時候就想說 台灣沒有人在做雞皮餅乾 然後我們就想要嘗試一下 台灣也開始在做雞皮餅乾 不外乎就是不想要等那十幾二十分鐘 在鹽酥雞上面 所以發明了 我們自己也有的 緊張機 今天呢我們就有請緊張機 來到我們這個魚台 嶄新的魚台 我們有三個口味 這一個呢就是最經典的 蒜味椒鹽 不外乎就是我們常常在吃鹽酥雞的時候 會吃的那個口味 這個我們當壓軸 因為我們一定要測試一下就是說 它到底有沒有外面鹽酥雞的感覺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韓式炸雞口味 我們來看它到底跟雞皮 搭在一起有沒有那種 異曲同工之妙 然後最後一個當然就是 經典不敗嘛 麻辣鍋口味 聽說這個口味呢 他們很推薦 吃起來仿佛就是在吃麻辣鍋的感覺 推薦的呢 我們放在第二包 我們現在來吃韓式炸雞口味 我們就直接撕開來 看一下份量 這樣子一個人吃剛剛好 它其實雞皮呢 很大一塊喔 這樣子完美一手 看起來呢 就是很普通的一個雞皮 但是呢 看似普通的東西呢 吃起來就越不浮 我們就來試試看 它會不會有哇的感覺 吃了就會有點想要說韓文的感覺 其實是好吃的喔 一開始就覺得是一種普通的雞皮 但後面呢 它的味道是蹦出來的喔 真的是蹦出來沒有在跟你誇張喔 會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而且它吃起來是真的有 外面鹹酥雞的那種 炸雞皮的感覺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下酒菜 兩三分這樣倒在上面 哎呦 大家一起吃 然後一起喝著啤酒 一起聊著未來 那感覺很放鬆 很chill的感覺 有很chill嗎 很chill 真的很chill 真的是救到 好動了 我知道很chill 好 下一個 麻辣鍋口味好不好 這個 他們推薦我們的口味 來 北石凱 花椒的味道 來看一下裡面 各位 它這樣子的份量呢 是夠的 因為它每一塊雞皮呢 其實都不算小塊喔 你看它這樣子 真正的一塊 顏色上呢 跟剛剛這一款 韓式炸雞 又不一樣 它上面撒的感覺就是 就是有一點花椒粉在上面 然後聞起來呢 也有淡淡的花椒 聞久了 會想打粉體 哈哈哈哈 網路上說的是對的 一口咬下去之後呢 滿滿的花椒味就蹦出來 真的有像在吃 麻辣鍋的感覺 零食的排行 No.1 好不好 最後一個 大家都期待了嗎 蒜味椒野 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接近 台灣鹹酥雞的那種 喔 欸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 欸有沒有在騙 真的有 給你們看一下裡面 嗯 欸 欸 沒有在騙 各位 不瞞你說啦 怎麼比來比去 這個肯定是No.1 這個就是經典的口味 這就是台灣人的口味 有時候想要待在家裡 想要吃鹹酥雞的話呢 買幾包這個臀色 想要吃的時候呢 拿起一包 配著啤酒 把這個當中下酒菜 完美 愜意 秀到爆 最後呢 我想要說一下就是吃後的感想 這種雞皮餅乾 吃起來它沒有外面鹹酥雞那種 油膩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的負擔感覺 也沒有這麼重 然後又有真正在吃鹹酥雞 炸雞皮的感覺 我覺得呢 如果 就是你想要吃鹹酥雞的話 然後又不想要出門的話 真的 囤幾包 在家裡 最後的最後 請不要忘記訂閱 玄玄大雜燴 然後記得 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面一樣也有他們的官方網站 有興趣的朋友 請可以去看看喔 最後的最後 我是米倫 大家下次再見 Bye Chillab Urb H- 中文字幕——YK